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現樓的社區 又是一個我們從來當年樓盤發售時就沒有去分享 現在剛剛已經建好了 三座內建好了兩座 三座內建好了兩座 我們也是第一次跟大家搭觸這個社區 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現樓單位 我們現在的位置其實是處於Burnaby的東邊 一個比較靠近Edmont Skytrain 站的社區 這個社區不是我經常分享的Matchel Town、Brenwood 是很旺長的樓盤包著Skytrain 或者很多樓盤包著商場 很密集性很高的地區 這邊比較靜 真是靜很多 反過來 如果大家在宏觀天空上看 很有趣的 是一堆獨立屋 包著一個未來新建的社區 因為以前在Burnaby East這個地方 基本上是沒有高樓的 全部這個地方都會是獨立屋 Town house 或者很低階的 condo 為主 但是Dingham Macallister 這個發展商 這裡有一塊很大幅地 這邊只是一個冰山一角 第一期 話說還未說這個樓盤的名字 叫做Selfgate City 第一期 其實是三座建築 兩三年前發售 一座Azure One已經建好了 我們也有些單位已經放租出去 兩千多元一房 也挺好租 然後Azure Two就是右邊這兩座 我們今天會上去看的就是Azure Two的單位 中間還有一座高一點的就是Icon 現在都正建了 都是明年後年就可以入伙 他們的前面都會有些low rise Town house unit 周圍的社區都很新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由平地開始而建上來 附近就是獨立屋的社區 這個樓盤一直都新落成 就是對面這個類似的 community center 裡面有個冰球場也很大 好像都還未開放了 之後應該會慢慢越來越多 社區設施可以在裡面用 Sky Train 剛剛說它近Edmont 它近得來又不會在隔壁吵著你 它大概由這個樓盤走過去Edmont Sky Train 站 大約是15至18分鐘左右 距離Metro Town 的話 隔壁吵著一小時 隔壁吵著Metro Town 到15分鐘 我剛剛都是Metro Town 過來 算是一個亦屬於Burnaby 亦是近Metro Town 但又不會說是太密集的社區 如果喜歡空曠一點的感覺 景觀更開放一點 大家可以考慮這個樓盤 我們現在已經由這個walkway 慢慢走進入屋苑第一旗的中間 我們的目標不記得座 應該是這一座 Azure 2 你看它的層高也不是太高 這邊就是中央花園 中間也有很多路 我們現在就和大家上去的單位看看 你看到這個Azure 不是這個icon 就是還在興建 其實這邊看過去的這塊吉地空地 其實都會由下一期再下一期的發展 整個community plan 或者整個屋苑的plan 其實會十幾二十多座 是很宏偉的一個新area 新城鎮或者新發展地區 看回這一個方向 那邊其實就是kingshui 去到那邊的話 有幾三座比較新的建築 是kingcrossing 那邊已經有東西吃的 我們很久之前和大家分享過一間韓國燒肉 就在下面 再過去那一堆就是high gates high gates就是一個小小的地區 下面有什麼starbucks save on food 我們也有分享過high gates那裡的建築 一兩年前 再向西邊那個方向 就已經是matchel town的方向了 我們上到16樓的燃樓單位和大家分享一下 它是一個一房一書房的單位 室內面積是616呎左右 方向的話 我現在這個面向就是西南位 因為它是一個corner unit 再加上樓不是正西正南 所以是有西北方向的山景 是兩個景觀的 兩個方向 西南這邊的景觀相對是比較永久的 因為我們看到前面就是這個complex的內圓 low rise condo townhouse 遠一點這塊黑色白色頂的 就是剛剛和大家分享過community center 馬路對面就是學校和球場 所以這邊的景觀也很榮舊 遠方已經是農田一邊斜下去 然後就是richmond 這個位置就是assure 1 然後向這邊 西北的景觀 你會看到一些icon 新的建築 然後這個方向就是西北方 也會看到山景 近一點這塊建築 比較少的 比較舊的就是high gate 那個community 遠一點那邊就是matchel town 那個town center 那裡有很多樓很密集 中間也有些樹林景 當然未來south gate一直發展 前面也有機會有下一期建築 至於它是怎樣 我暫時不知道 還有因為都未開賣 所以再動工再起 再起落成 都有一段幾年 甚至十年的時間 這個未知 那這邊呢 因為它整個是corner 變了你的採光 景觀都舒服開陽 那它露台的話 是這裡開門的 而且這個露台是自己獨立的 它是沒有跟別人黏著的 它沒有採光 旁邊有家人的露台 好 那接著呢 看完露台之後 我們就向單位的內部進發 那這邊呢 還有一個很闊的area 是可以做dining area 上面有盞燈位 可以做channelia 可以放一張小小的餐桌 然後這個位置 屈進去就是廚房 那廚房它是L shape 台面空間有個L 其實U shape廚房 台面空間有一個L 那後面這個位置 就是櫥櫃和雪櫃 那這個發展商得意為這個盤 它呢 雪櫃是給你一個原裝大雪櫃 就不是我們這陣子 賣很多樓盤 看到會做櫃面給你了 那有好有不好 美觀上可能沒那麼帥仔 但是實用上 這種雪櫃始終儲物空間是比較多的 因為平時 counter size 你要包邊邊 就變成你沒有了這一塊放東西的空間 現在你可以做到霜門雪櫃 下面還有冰櫃 那個深度也比平時大 實用一點 可以放多些食物 上面一樣有櫃 這些全部都是它的儲物空間 大家都看到是很深的放進去 這個位置挺有趣的 微波爐下面有一格櫃桶 下面就是一些摺櫃 這裡一邊全部都有 下面有兩個大鑽盤 給大家放一些波波鑊 上面一個 下面一個 中間這裡還有櫃 一邊可以放進去 下面那層可以放到最入 這裡有三格 因為這個是假的 開不到的 但這個是可以開到的 小小一個 然後這邊兩邊 其實它儲物空間也挺多 這個單位 然後這裡就是 焯水爐頭 30吋 5個焯燃器 然後都是比較大的 秋油煙機 下面是Kitchen A的焗爐 所有的電器 甚至一房單位都是大大小的 下面這裡煮食旁邊 還有一些櫃桶 然後這邊轉角位 一樣都有轉盤 挺好的 這邊是拉出來的 這個就是裡面的一隻碟 這樣的轉盤 可以放很多東西 去到洗手盤這邊 它是雙星盤 你可以在這個位置 已經看到單位外面的景觀 西南西北角 然後發展商還提供了 軟膠墊給你浪贏 下面的話 就會是空洋洋 自己可能再裝垃圾桶 然後小碟就放在這邊 這邊也有突出少少少的桌面空間 所以你可能可以逼一點 坐到兩個人 一個人可能舒服一點 這個就是整個廚房的空間 然後這邊已經是大門口 等一下給大家看房間 大家門口進來 看到這邊也有很大的空間 其實這個就是剛剛說的釘 是開放釘的位置 長身到這裡 如果大家看看大家有什麼用途 如果你是想把它當作書房 可能要安裝玻璃門 或是安裝鍊子 如果是儲物為主 可以做些釣櫃 當然不要阻礙了上面這個 上面有時候要下來保持 單位有冷暖器的控制 在這裡 或是這裡可以做L形的櫃 這邊已經是門口 這邊已經是門口了 外面就是走廊 然後門口進來 左邊是開放釘 右邊有一條細細的走廊 洗衣機乾衣機 衛兒袍的大大小 這些是House Size的洗衣機乾衣機 不用怕太細 洗皮也不方便 然後這裡就是Entry Closet 入門口掛衣、清潔用品、鞋 就可以放在這邊 然後直入洗手間 這隻洗手間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Cheater bathroom 一放單位 最好就是做洗手間 它既可以通到客廳門口 亦可以通到自己的房間 洗手間的尺寸也足夠 門口進來 看到Sink旁邊 兩邊都有一些空間可以放東西 不是太壁夾 然後打開 裡面可以儲櫃 下面還有一間櫃桶 發展商在這邊 也做了一個石櫻面 幫你擋水 這裡有一塊鏡 但不是鏡櫃 這裡是Tile的部分 用了深色磚 和地磚有少許對比的顏色 浴缸 然後還有Handheld Shower 這裡可以拆下來 容易清潔 這邊直入兩道門 就是睡房 睡房是地毯 這個房間的方向 主要是向西藍位 放床的話 可能比較適合這樣放 這樣打直放 有少許床頭櫃的空間 然後看的話 就是南邊景觀 這個位置比較安全的景觀 這邊是洗手間 衣櫃的話 就是後面這裏 雙門衣櫃 這個單位已經上了盤 現在是放售 放售價是69萬 管理費每個月是290元 這個單位在16樓 門牌號碼 1604-7769 Park Crescent 是屬於Southgate City Azure 2的單位 單位本身有一個車位 和一個locker 包了給大家 有興趣的話 可以約Kerry來看 拜拜 好可惜 OK 這邊 這個馬上 可以倒閉 渡心 等於是 這個馬上 現在我不重告 有 Toe 我們的腹 跟我們